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度都很有夏天的感觉 今天最高温又飙到了三字头 地点就在排湾族人居多的屏洞塞地门 高温就来到了33.7度这么热 而同样飙高的还有我们白天的紫外线了 几个原乡地区包含台东以及南投的日月潭 最大只都来到了红色景式的过量级 阳光过于热情 偶然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吃不消 不过好天气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因为礼拜四又要变天咯 我们就先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看 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今天我们主要还是受到高压势力的影响 而我们从图上的天气资讯 我们也够清楚地看到 是台湾附近的云性都不算太多 整个环境风场吹着东至东南风的方向 所以下半天开始 迎风面的台东到恒春半岛的这个地方 段段去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 但是这个雨势都不碍事 而明天天气总体来说 大致上是相当稳定的 只不过我们全台各地的云量都会再增加一点 东半部也会和今天一样有点局部的短暂降雨 而同时我们把目光放到我们的华中地区 目前风面仪器就在这边正在酝酿发展当中 而且随着它形成冬移之后 到了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 中部以北的地方就又会开始下雨了 所以大家也预心提醒大家 礼拜四就会是这个礼拜天气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而至于温度上的呈现 我们再从地面天气图来看看了 我们从图上也够清楚看到 我们目前是处在风面的前缘 而同时太平洋高压是逐渐的东离远离了 改由低气压掌握我们的天气状况 而风将会沿着这个等压线 吹着至东南风的方向 所以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也会显得比较闷热 高温都有机会是站上30度 东半部也会有26度 不过早晚还是显得比较凉的 怕冷的朋友 保暖的衣服也请记得随身携带了 而去明天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多云的天气形态 低温18度高温29度 泰武来意春日 低温只有16度高温32度 请注意日夜温差 三地门雾台马加 低温14度高温32度 高雄的圆巷地区 低温只有8度 地点在桃园高温30度 嘉义的阿里山 气温在9到28度之间 有八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的人爱与池 水里及信义 低温只有6度 地点在仁爱高温28度 台中和平 气温在9到28度之间 多云的天气形态 苗栗的南庄 湿潭以及泰安 低温14度高温28度 新竹的关西 气渐15风 低温只有9度高温27度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要留意短暂震雨 低温13度高温28度 宇兰的大同南澳同样注意短暂雨室 低温12度高温27度 花莲的新城 花莲市吉安 低温20度高温26度 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秀林及万荣 低温12度高温27度 有七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寿风风兵 低温16度高温28度 风铃光复及瑞穗 低温17度高温27度 留意短暂雨室 浊西 玉里及副里 低温只有6度 地点在浊西 高温28度 台东海岸线地区 低温19度高温28度 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石上观山海端及延平 低温12度高温25度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16度高温26度 留意短暂雨时 泰玛里大雾金峰 以及达人 低温14度高温27度 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南宇地区气温 在20到26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岛的廉江金门 及澎湖 低温15度 高温26度 天气上有几点小经历要提醒大家 首先因为明天白天的紫外线 依然是相当强劲的 所以如果会长时间的待在户外的话 就建议要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晒伤了 再来我们不论是要洗衣服 还是洗车 都要赶紧把握时间了 因为好天气就直到礼拜四而已 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 中部以北就又会开始下雨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资讯 我们就再把时间交还给UMAS 好 感谢如意带来的迹象资讯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安报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UMAS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大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